丑尼布尔回来三天了 我现在位置是珠峰大北洋 这个酒店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去年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装修 今年已经装修好了 今天我准备骑着摩托车 往拉萨走去接我的狗子多米 600多公里 估计要骑两天才能骑到 现在咱们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在我哥的酒店住了两天 环境特别的好 住的特别的舒服 晚上打得氧气 这里的海拔4000多米 睡觉也是非常舒服 现在我准备出发 登峰造极酒店 在扎西中村 进去留个纪念 我就要出发了 再来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了 现在他们服务员 正在打扫卫生 大厅特别的大 这住的好舒服 真的 一共是三层 给我哥记录一下 看看这个路 爬了不到多长时间 爬山前风险非常的漂亮 还有金饭 跑了二百多公里到达了拉兹县 走到这个位置我必须要记录一下 2021年我给我媳妇俩骑着自行车来到西藏 那是我们第一次进账 然后骑了一年自行车也没有什么钱 完了过年的时候没钱回家 我们俩走到这里在这过了三千年 那个时候还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二斤牛肉 还被狗吃了 大家好 我是文豪 我是孙琪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 找不一样的扎营店 看不一样的风景 领域不一样的人土风情 好 媳妇开不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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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再有作用 当时都已白了头 还想听你叫我丫头 时隔三年了又来到了这里 还有四百公里就到达拉兹了 我去接咱家多米 好了 咱们继续出发 现在已经跑了三百公里 已经到达了日卡德 我过来把这个油加满 继续往拉萨的方向跑 到拉萨还有二百多公里 好看 这次还在这里 已经在那里了 好看 我还在那里了 他在那里了 在那里了 我还在那里了 帮我去 帮你 第一个小时 我还在那里 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 现在到拉萨了 跑了11个多小时 过来把油加满 拉萨的油价是8.88元一升 好了 哎呦 加满了 为了回来看多米 600多公里 跑了11多个小时 现在终于到拉萨了 明天我就准备去接多米 跟多米已经分开20多天了 今天晚上到这太晚了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晚上准备住客栈里面 然后咱们现在拿东西准备休息了 明天见